我们总在互相羡慕 作者毕书敏 我们常常过多地注视别人 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我是从哪一天开始老的 不知道 就像从夏到秋 人们只觉得天气一天一天凉了 却说不出秋天究竟是哪一天来到的 生命的丽丘是从哪一个生日开始的 不知道 青年的年龄上线不断提高 我有时觉得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玩出的花样 为掩饰自己的衰老便总说别人年轻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老了 当别人问我年龄的时候 我支支吾吾地反问一句 您看我有多大了 洋装的镇定中 希望别人说出的数字 要叫我实际年龄稍小一些 倘若人家说的过小了 又暗暗怀疑那人是否在诚心奚落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照镜子 小说中常说年轻的姑娘们最爱照镜子 其实那是不正确的 年轻人不必照镜子 世人羡慕他们的目光就是镜子 真正开始细细端端章自己的容颜的是青春僵士的人们 于是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记得一个秋天的早晨 刚下夜班的我强打起精神 带着儿子去公园 儿子在铺满卵石的小路上走着 他踩着永路旁欠着的花砖 一蹦一跳地向前跑 将我越甩越远 走中间的平路 我大声地对他呼喊 不 妈妈 我喜欢 他头也不回地答道 我目的站住了 这句话是那样熟悉 曾几何时 我也这样对自己的妈妈说过 我喜欢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 这一切过去得那么快 从哪一天开始 我行动的步伐开始减慢 我越来越多地抱怨起 路得不平了呢 这是衰老确凿无疑的证据 岁月不可逆转 我不会再年轻 孩子 我羡慕你 我吓了一跳 这是实实在在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说得很慢 好像我的大脑 变成了一块电视屏幕 任何人都能读出上面的字幕 我转过身 身后是一位老年妇女 周围没有其他人 这么说是她羡慕我 我仔细打量着她 头发花白 衣着普通 但她有一种气质 虽说身材瘦小 带有一种令人仰视的感觉 我疑惑地看着她 我不知道自己 有什么值得人羡慕的地方 一个工厂里刚下夜班 满脸疲惫之色的女人 是的 我羡慕你的年纪 你们的年纪 她用手指轻轻点了点 将远处我儿子 越来越小的身影 也扩了进去 我愿意用我获得过的一切 换你现在的年纪 我至今不知道她是谁 不知道她获得过的 那一切都是些什么 但我感谢她 让我看到了自己拥有的财富 我们常常过多地注视别人 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 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 和比你年迈的老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有一件谁也掠夺不去的财宝 不要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 只要我们生存一天 青春的财富就闪闪发光 能够遮蔽她光芒的暗夜 只有一种 那就是你自己以为已经衰老 年轻的朋友 不要去羡慕别人 要记住 人们在羡慕我们